刚刚讲的这一题 就是说那个劳工的这一个 有没有 其实也是在XML里面排名第二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 看这个资料我也不知道 OK 反正我就是刚好 因为我的时候习惯 还是会看一下到底排名在前面的是哪一些 哪一些表示大家都需要的 大家为什么需要 显然是他有市场 那是我这可以拿来 可以拿来当 sample 因为大部分都需要 那如果说我想要知道这个资料 我要把它存成esale档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因为如果是假设 刚好因为现在很流行 就是提供给你一个窄点 那个档案又是一个很怪的格式 比如像XML 那你可能又刚好需要 那怎么办 你就要想办法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是用python 其他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你要去找一个编辑器 XML编辑器 可是又没有说很合用的 OK 我不知道如果你用esale来开会怎么样 esale里面好像有贵入功能 但贵入会不会成功 我就不确定了 OK 不过这个多方常试 有些时候解决方案不是只有一个 OK 那如果今天我第一个 一样先把它点开来 有没有 这边有个连结 第二的话你可以把它复制 那复制一样 我可以把它贴到我们刚刚的get后面方法 可是你会发现 发生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get的时候怎么样 我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get它 这边会有错误发生 他这边错误的讯息跟你讲说 你这个有一个什么 sll 就是你的一个 这个验证的错误 里面他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其中的话关键字 就是你没有做一些验证 他这验证 验证失败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看到 关键字 这个验证失败 那你其实这个就验证失败 这个关键字其实是重点 如果假如说以后你看到 有验证失败的话 那你只需要加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那个参数的名称 记得 这个 就可以用这个了 这个 把它控制失败一下 那参数名称的话就用这个 然后呢 把它直接什么 切到 这个尾巴 加一个斗点 我需要第二个参数 其实你会看到外面 后面其实有很多的其他参数 那我查了一下 其中的话呢 这个参数 这个 这个 什么 这个等于 后面的话呢 你可以什么 加一个参数 等于零的话就是不要 意思说 我连线的时候 你不用帮我验证 OK 所以不要验证的话 后面只要加一个什么 有点像开关 一的话是要 预设是要 那如果你要把它关掉 很简单 就是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零就可以了 等于零的话意思说不要 OK 或者你打force也可以 如果force太长了 我都习惯打零就可以了 一的话就true 零的话就force 有点像开关一样 开关 OK 那我把它关掉了 不要验证 那如果不要验证的话 最后的结果不OK呢 那跟各位讲一下这边不要验证 那你会发现呢 他这个时候的话 他执行就没有一堆的错误了 L就没有出现了 而是直接怎么样 就让你过关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重要的是在根目底下 有没有这个档案 如果有的话呢 那表示过关了 我再看一下 有没有 有LAGO 再确定要把它删掉一下 我再重新弄一下 OK 没有错误讯息 那表示应该纯成功了 这边的话呢 就有了 按右键 我用那个Moday加加 打开看看 有了 里面有这些东西 好 那应该理论上是没有错误了 那底下的话 他一样 架构其实就XML 然后里面的话呢 就是也是标签 只是说 他里面多增加了很多什么 TABLE CRLF 换行这些 不过 因为我们那个PASS 他不会管这些 换行这些 因为他只要抓那个 他的标签 所以 这些不需要处理 反正只要有资料 第一件OK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的动作 我们假设要抓的是 这个里面有几个栏位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栏位 那如果六个栏位要全部抓下来的话 当然呢 我刚讲 肉里面的0就第一栏 1 所以到5嘛 点TES就可以分别把它做 一样啦 0就是放在INDEX 1、2、3、4、5 就放在DATA 然后上面再加上栏位名称 那这样就可以存成ESHELL档了 所以最后的话 我就把刚刚的那一段程式嘛 把它切过来好了 就是把UBY这边 这一段 直接拿来用 贴过来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是结合什么 结合那个第二步骤 就是解析资料跟存档 解析跟存档 解析的话 那一样用这个element tree 然后里面的pass方法 然后给label 取得它的RAW 把它带到那个table的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呢一样 不过这里我只有抓第几栏? 0 一样啦 因为后面几栏 我想你们自己在练习 那我就抓前两栏好了 前两栏的名称就是 这个医疗机构的名称 跟医疗机构的地址 那后面其实如果你要再加点 就是这后面再加上 dol.ro.中瓜胡3.test 点4.test OK 然后呢 后面这个colons一样再加 那这样子的话 丢在那个data frame里面 最后存档 存档成一个label 就OK了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这样执行OK啦 执行最后没有错误 然后有一个data frame出现了 总共有398列 两个栏位 OK 然后呢 最后我再根部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label 点xlsal 打开看看 如果打开之后看到的结果OK 看看应该这两栏吗 OK 那就没有问题了 那当然后面 总共有六个栏位 那我只有做三个栏位 后面的其他栏位 请各位呢 自己再练习 应该没问题吧 那个我想 那所以把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刚刚的重点 跟刚刚最大的不一样 就只有在什么 后面再加上一个 这个verify等于零 的参数 如果你假设有发现 以后如果有发现 因为这个状况还蛮容易发生的 因为我发现 以前比较少 你说开放之要 你就开放就好了 为什么 你还要再做一些动作 还要验证 蛮奇怪的 甚至我发现 有一些像行政院环保署 也甚至他的要求金钥 奇怪 那你就不要开放就好了 意思就是说 你要跟他申请 要注册一个帐号密码 因为他就变成 以前是不是实名的 你抓资料 他不会问你的身份 但是现在变成他可能担心说 你抓这个资料 会不会做一些非法用处 所以他会先确认 你要先登录你的帐号密码 产生一个金钥 那以后你抓资料的时候 我就知道是谁来抓这个资料 你说这个到底需不需要呢 反正这个我想 他既然这么做了 那就有他的道理 只是说 那就不是要开放了 OK 方便再还给各位试试看 所以最后的话 这一段 那这个参数 如果各位要查的话 其实我一样有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的第几页呢 第33页这边 OK 所以就多这个参数而已 不过抓这个参数 抓资料是OK 但是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就是警告还是会跳 所以如果你要连警告都不要跳的话 还要再加两行程式 OK 不过我是觉得 好像有警告你不管他也没关系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讲 如果有警告 那些没关系 刚刚这个是 他这个是 这个 这个一定要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没办法抓 没办法抓资料 突然转发 小独升 你说 谢谢观看